僧人和老者见此情形,也不客气了,一个单手一翻,手心白光一闪,默然多出了一颗晶莹的珠子,清澈透明,奇寒无比,黑与上人则袍袖一斗,一团清光飞射而出,一个盘旋,灵光中现出了一只青涩与善来。 僧人将荆球轻轻一晃,顿时荆球表面一阵五色符纹流转,白茫茫的奇寒一下滚滚地狂涌而出,同一时间,黑与上人也单手一掐绝,一锤身前宝物,青涩与善轻轻一颤,也看似轻飘飘地接连几下山出,呼吱一声,一股清蒙蒙的狂风也从善中涌出,一散之下,净化为一股股冲天巨风, 以下和其寒之力交织一起,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整座山头,将所有的一切淹没在冰雪尽之中,将整个山头几乎瞬间工夫化为白矮矮一片。 天蝉僧人和黑与上人互望了一眼,在不知谁说了一个走字后,身形一动,就和寒厉一般地脱离了风雪,出现在了山头外的虚空中。 二者原先停留处所留下的一丝气息,顿时被漫天风雪一卷而散。 上人用那件东西吧,看这天象情形,黄凉石灵现身,也就在一时三刻了。 黑与上人黑黑一笑,两手一搓,一团银光猪然间爆发而出,一叠厚厚的银色丝网无声地浮现而出。 老者大喝一声去,就将两手间银网一催,银色霞光一卷而起,并一闪之下化为一大片银色薄雾,瞬间工夫将整座山头都笼罩在了下方。 随着老者单手一掐绝,薄雾一下变得奇淡无比,最终一模糊彻底消失了。 呵呵呵,有这银霄雷网在,那石灵想要从空中而走是不可能了。 最妙的是,天上雷劫对磁网没有任何影响,那黄凉石灵纵然再感应惊人,也发现不了磁网的存在。 的确如此,此雷网也是混沌万灵榜上排名不低的灵榜。 要不是此行重大,省岛也不会将此亡让老夫轻易带出岛外的。 不过,纵然空中已经被我等封死,但也不能让石灵趁机逃回地火之中了。 等此灵物堵截变得虚弱后,我等立刻先发动法阵禁止,将其归路断掉。 不过,这法阵不一定真能拦下石灵,到时候就要韩导游多相助一二了,千万不能让其破掉禁止,逃回地下去。 对了,韩兄啊,千万要小心此灵物的幻术。 二位道友放心,只是阻拦其不让逃脱的话,韩某自问还是能做到一二。 韩丽自持神念之力不在大成之下,自然不以为意。 韩道友既然如此说,将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,动手秦霍灵物的事情,就交给老夫和天蝉大师就可了。 见韩丽如此自信的模样,黑玉上人虽然心中略有些不安,但自然不好再说什么。 于是三人在商量了几句后,就各自施法,也将身形隐秘了起来。 转眼间,整座山头除了那仍在呼啸不止的风雪外,就再无任何其他动静。 再过了一会儿功夫后,风雪就渐渐地停止,整座山头变得晶莹雪白。 与此同时,空中黑云在缓缓转动,凝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 漩涡隐隐有无数道银湖正在凝聚,并逐渐合为一道,奇粗无比的银色雷湖。 同时原本连绵不绝的轰鸣声反而停了下来,高空一下变得寂静无比, 但一股远胜先前的压迫之力却充斥了整个虚空,并有越来越大的惊人趋势。 同一时间,巨坑中的黄色雾气也徐徐转动起来,并同样形成了一个小型漩涡来。 漩涡中心处漆黑无比,不时有一股股肉眼可见的白气一冒而出, 似乎随时都可能有鬼怪从中一冲而出。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,数克中后, 虚空中弥漫的无形压力渐渐沉重百金, 山头上渐渐形成了一层冰雪,甚至开始发出嘎嘣的怪想来。 轰的一声巨响,天空中的黑色漩涡一凝下, 一道如若水缸的电湖从中心处移落而下, 所过之处虚空中一阵灼热气息移散而开, 并一闪披在了巨坑中的另一个漩涡中。 粗大银湖一闪不见了踪影, 漩涡附近雾气一阵剧烈翻滚, 一声仿佛从深渊中传来的低沉吼声, 漠然响起似乎充满无尽的痛楚之意。 随之又一声巨响从地下传出, 一股惊悚波动从巨坑中飞快地散开, 整座山头开始站斗了起来, 遍布地面上那一层齐后晶莹冰层, 在剧烈晃动下甚至裂开了无数细缝, 但就在这时, 高空中黑色漩涡中一阵电光闪烁, 又一粗大银湖凝聚而成, 并毫不客气地再次一劈而下。 眼见此道银湖也直劈向巨坑中, 下方雾气中一声怒吼, 一团乳黄色的火焰从中一喷而出, 正好抵住了银湖。 黄色火焰看似熊熊燃烧, 却散发着惊人的寒气, 同时火光闪动间, 竟不时幻化出一只只鬼脸, 看起来猙獰可怖。 黄泉地火? 不对, 由此一点地火, 应该没有这般大的威能才是。 就在此时, 其耳边突然响起了天蝉嘖嘖称奇的喘音声。 这黄凉石灵不愧是在黄泉地火中修炼数万年的灵物, 已经将一些地火和自身妖气相结合, 整化为了一种厉害的神通。 韩施主一会儿和此灵物对上时, 要多小心此妖火几分了。 多谢大师提醒, 在下自会谨慎。 高空中披下的电弧一道接一道, 频率开始加快了起来, 但从锯坑底部喷出的黄色妖火却也同样不慢, 一团团火球击射而出, 竟全树底打了下来, 让雷击都无效的样子。 不过此举显然也激怒了冥冥中的某个东西, 高空中的黑色漩涡一阵蠕动, 电弧为之一停, 但下一刻,漩涡中一阵轰鸣, 一颗颗头颅大小的银色雷球浮现而出, 在黑云中, 琵琶乱响, 电丝闪动,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, 也不知道有多少颗的样子, 如此惊人的情形, 显然让下方的石灵再也无法安心藏身物中。 一声怪鸣声, 黄色雾气一阵翻滚, 一只持续大的东西, 默然从锯坑底部一下击射而出, 然后一个闪动就悬浮在离坑底百余丈高的虚空中, 他双目圆睁望着天空中的雷球, 口中发出咕咕的低鸣,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。 韩丽在山头外仔细凝望过去, 只见此东西嘴巴其大, 刺之其长。 脖梗畜粗得几乎和身躯连成一体, 竟然有七八分酷似蝉蝉的模样, 不过他头颅中间另有一颗血红眼珠, 浑身肌肤金光闪闪, 四肢前端也不是寻常蝉蝉的掌脯, 而是四肢看似犀利的爪子。 这东西就是黄粱石灵, 果然生得颇有几分奇特。 而就在这石灵本体方译出现的瞬间, 空中雷球立刻受到了莫大的刺激, 轰鸣大作, 一闪而落, 刹那间的功夫, 雷光笼罩齐下, 仿佛空中同时落下了无数雷电冰雹一般。 黄粱石灵目睹此景, 两只眼珠一转, 口中低鸣一停, 张口一吐, 竟有一朵黄色小花一喷而出。 此花黄光蒙蒙, 表面遍布着五色符纹, 迎风一仗之下就化为了仗许之大, 将石灵身躯遮蔽得严严实实。 这诡异的巨花一看就不是凡物, 就在巨花方一祭出的瞬间, 空中雷球认准了目标般齐向石灵击来。 几颗甚至是十几颗同时撞到了黄色巨花上, 巨花徐徐一转, 表面五色符纹一亮下, 所有雷球竟都电光一闪, 没入其中, 一丝生息没有, 仿佛泥牛入海一般诡异。 更让人吃惊的是, 那巨花每吞掉一波雷球, 花瓣就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巨大一圈。 十几波过后, 黄色巨花赫然又比以前大了倍去, 如此一来, 巨花吞噬雷球的速度也一下相应地大增起来。 不过, 轻刻间的功夫, 漫天雷球竟被巨花一吸而空, 而躲在巨花下面的黄粮石灵, 竟似乎毫发未损, 反而欣喜地发出了一声清明。 就见石灵肚子一鼓, 在猛然对准空中用力一吸, 一声霹雳, 石灵体表电光一闪, 十几道粗大的银火从体内狂涌而出, 竟形成了一张银色电网。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幻化成了牛堵般大小, 同时气息大仗三目七张, 竟修为也大尽不少。 高空中黑色漩涡中雷鸣声载起, 无数银蛇狂舞, 十几条银色雷胶载起中若隐若现, 下一波就要一冲而下。 这可有些麻烦了, 没想到这头黄粮诗灵, 还有这等转化天雷之力的神通, 看样子要等其渡过雷剑, 朽为很可能不肩反尽的。 既然这样, 无需再等下去了, 韩道夭, 天蝉大士, 当手吧。 韩丽自然不会有什么反对之意, 当即传音表示同意, 另一边的天蝉僧人同样是面色凝重。 这时, 黑云中的十几只雷胶终于怒吼一声, 纷纷一扑而下。 等手! 老者目睹此景, 不加思索的低鹤出口, 再无任何掩饰地单手一掐绝。 扑斥一声, 其身形一晃之后, 立刻化为了一股黑烟在远处消失了。 下一刻, 在山头正上方的千鱼杖高空, 波动一起, 老者身形一下闪现而出, 他冲下方凝色一露后, 猛然一仰手, 一团荧光积湿而出, 一晃之下, 幻化成了一口银色剧中, 石鱼杖高, 向下方聚蝉似的灵雾狠狠照去。 山头附近的虚空中, 无数黑丝凭空浮现, 痴痴地破空声一响, 冲着灵雾积湿而去。 黄凉石灵的背后虚空中, 一朵白色莲花无声无息的浮现, 上面白光一扇, 一道淡淡的人影诡异出现, 正是天蝉大师。 此僧人低眉低手, 然后面上丝毫表情没有, 手中一翻, 却是一串金银佛珠, 十数颗五色光球, 击视而出。 尚未砸到石灵身上, 光球迎风狂涨, 每一颗都化为了头颅般巨大, 面对突如其来的连串攻击, 黄凉石灵先是一惊, 愤怒奸明起来。 只见他一张口, 先前所见的黄色巨花再一次喷出, 正好迎向高空中落下的银色巨钟, 接着其身躯略一模糊, 原地转动起来, 金光一闪, 无数金芒从体内冒出, 再一闪, 暴雨般向四周击射。 这件金芒黑丝交织之下, 发出的刺耳爆裂声, 无数光团在灵雾附近绽放而开, 两种颜色各异的灵光照亮了山头, 那些黑丝竟然无法靠近石灵一步, 五色光球在金芒击射之下, 一时间竟也无法接近石灵本体, 另一边, 眼见银中和巨花撞击到了一起, 剧中一颤之下, 突然自行地发出当当当的清鸣, 一声彼声高亢, 一声彼声深入魂魄之中。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, 原本面对银中的黄色巨花, 在三声钟鸣过后, 突然一丝征兆没有的寸寸碎裂, 化为无数点灵光消失。 随后银中再一模糊, 一下又狂胀了数倍以上, 仿佛一座小山般轰隆一落, 竟将黄梁石灵, 严严实实地照在了其中。 目睹此景, 老者和僧人都是为之一正, 面露惊喜之色, 手中法觉为之一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